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人问我是否政治案件一定不能客观评论 就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政治案件客观评论 我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你客观评论这两个政治案件 当然你可能要说是开玩笑 但也不是开玩笑 有什么方法比你真的客观去评论 或者用客观的态度和客观的方式去评论一件事 你只要用真的打从心底内客观去评论 那你就就是客观评论那件政治案件 如果那件是政治案件的话 当然无论你怎样客观也好 事实上听的人都可能觉得你不客观 又或者虽然你已经尽量做到客观 但是可能真的你有时失手 你以为自己是客观 但原来你不客观的 OK 好,那今天我就想 艾高人胆大 尝试一下评论一宗 近期发生的 不是近期发生的 是之前发生的 但是近期提堂的政治案件 大家来看看 究竟我的评论 算不算是客观的评论 好了,这件案是 35家初选案 即民主派47人的35家初选案 为什么突然说到这件案呢 就是刚刚在星期三、四 就第六次提堂 第六次提堂 而第六次提堂 都只是将其中17人 交付高院审理的 即是说,还剩下30人 仍然未完成交付程序 其中一个就是保释候审 即是说,剩下30人 有29人仍然要还押 只有一个可以保释 另外,现在17人 就已经排期去审讯了 今天我想分析什么呢? 我主要去分析两件事 第一就是 这宗案 有没有违反普通法的精神? 这个很难客观 但是我真的尝试客观去评论 这宗案 有没有违反普通法的精神? 另一样就是 这宗案入罪的机会大不大呢? 也好像很踩线 我说入罪的机会大 又好像会得罪人 我说不大又会得罪人 那怎样才能够 真的客观来评论呢? 首先,我大约说一下 这宗案其实是在告他什么呢? 这宗案其实是在告他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期间 这47人是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 以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手段 严重干扰、阻撓、破坏港府履行职责 指在颠覆国家政权 被告宣扬、进行或参与谋务 在立法会取得大多数的控制权 值对港府提出任何财政预算或公共开支 不论当中内容或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地拒绝通过 逼使特首解散立法会 从而瘫痪政府运作 最终达致特首辞职 被告为达致该谋划、参与或不参与立法会选举 及或煽动、促使、引致、有事他人参选或不参选该选举 并承诺当选后 故意或蓄意不履行立法会议员职务 即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 很长的一个控罪 首先我讨论第一件事 究竟从这一宗案外见到国安法的保释程序 是否违反了普通法的精神? 正如我之前经常说的 香港原有法律保释的原则 其实是无罪推定的具体体验 而无罪推定 又是普通法重要的理念之一 即是说 任何人在被拘捕后 而被判罪之前 都是假定他无罪 正正因为假定是无罪 所以是不应该将他拘禁 即使是拘捕了 都不应该将他拘禁 除非控方可以证明被告 是符合以下三种情况其中一种 才可以拒绝被告保释 其实我之前多过一段影片都说过 这三种情况是哪三种呢? 第一种 就是被告是相当大机会潜逃的 正如我之前说过 谋杀 由于一定是中性对禁 所以是相当大机会潜逃的 所以总之是谋杀犯 就不让他保释的 又或者 那个人 你都看见他买了船飞 预定带飞的 一定潜逃的 所以这些人 就是很大机会潜逃 可以不让他保释 又或者 第二 他很大机会是重犯的 第三 被告是很大机会骚扰证人 而证人是包括受害人的 那么我们见到 以上的保释原则 在香港一向行之有效 直至何时呢? 直至国安法出现之后 这个情况就明文有所改变了 是明文的 不是我作的 不是我写他的 明文国安法第42条 第二款 明确规定 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 其不会继续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不得予以保释 这条 其实是将原本 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 被告会再犯 才不让他保释 变成了 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 被告不会再犯 才让他保释 明明两者的分别 我再讲一次 原本的普通法规定是 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 是会再犯 才不让他保释 而国安法第42条 第二款是规定 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 不会再犯 才让他保释 其实就是将原有普通法 无罪推定的原则 打破了 当然你可以认为 打破了便打破了 国安法有其需要 没错 的确,如果你觉得打破是无所谓的 那是无所谓的 如果你觉得 普通法原有的 无罪推定的原则 是很重要的 打破了便很有所谓 现在到了第六次提堂 竟然还有三十个人 未能完全完成交付审讯程序 而且其中二十九个人 还还压后审 这个情况 这个状态 基本上就是令到国安法 和原本普通法 无罪推定的方针 的差距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 当然也是 越来越明显 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呢 那你自己判断 你觉得自己心里有把尺 好了,至于这宗案 最后入罪的机会 大不大呢? 从案情看 我再说一次 案情是说去 宣扬、进行或参与谋惑在立法会 取得大多数控制权 借对港府提出任何财政预算及公共开支 不论当中内容或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拒绝通过 逼使特首解散立法会 而瘫痪政府运作 最终导致特首辞职 整段文字里面 拒绝通过 使特首解散立法会 最终导致特首辞职 这些全部都是写在《基本法》里面的合法程序 作为议员 绝对是有权力或权利 拒绝任何议案 而当达到规定的门槛之后 绝对应该解散立法会 而特首 绝对应该根据立法会的规定 而辞职 以上一切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写在《基本法》上 是无可质疑的 唯一可以质疑的 就是 组织参与的目的 就是值对港府提出的任何财政预算或公共开支 无论当中内容和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拒绝通过 简单说 简单说 即是说 无论当中内容和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拒绝通过 从而达到特首辞职这个目的 其实是否犯法 我再说一次 无论当中内容的利弊如何 无论当中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拒绝通过 从而达到特首辞职这个目的 其实算不算犯法 整个控罪 基本上 大部分条文或大部分控罪内容 都写在《基本法》上是合法的 唯一现在要想的是 即是说 究竟无论那些预算案当中内容的利弊如何 均不与区别拒绝通过 从而达到特首辞职这个目的 这件事 是否犯法 或者 法官最终会认为它是否犯法 应该这样说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 最终法官会认为它是否犯法 我们知道 如果跟上这个频道的人都会知道 每一宗案的审讯 法官和陪审员 如果有陪审员就有陪审员 如果没有判审员的话 就是法官 首先要对案件作出事实裁决 属于这个频道的人都会很清楚 什么是事实裁决 不过也很紧张 什么是事实裁决呢? 所谓事实裁决就是 判断被告是否真的做了一些 控罪内所致的事情 就是事实裁决 然后作出事实裁决之后 再根据法律判断这些事实 是否干犯了有关的法律 而且通常一件案件 就是根据控方所提供的案情资料 去判断表面证供是否成立 正如她之前在《愚违法冤》案里所说的 表面证供成立 就是说 只是看控方提供的资料 究竟是否是罪名成立 然后再由事实裁决者 去判断相关事实 然后再对整宗案件作出裁决 但是你会见到 在这一宗案 即是35家初选案里面 当中所作出的事实裁决 是很少的 基本上 47个被告所做的事情 都是公开的 而控方就是 主要根据他们公开所做的事情 去作出控告的 所以要判断她的无罪 大部分都是法律问题 而不是事实裁决的问题 而如果在中案所涉及的 主要是法律问题 而不是事实裁决的问题 除非法官的法律判断 和律政司和裁判官的法律判断 有很大的差距 否则 只要最初律政司和裁判官 认为表面证供成立 最后法官也有很大机会 判罪名成立 加上在国安法案件里 裁判官和日后审理高院法官 都是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他们对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解 相信是会相对一致的 所有个人会相信 最后高院法官对这个法律问题的理解 会和裁判官和律政司是一样的 简单说 即是说 现在既然会告到他们 表面证供又成立的话 最后高院法官 会判罪名成立的机会 是相当之高的